你知道当死而复生的石毅和七死回生的石毅在上界再次相遇时 那画面有多搞笑吗 当初的双十之战 石毅被石毅用灭魂针斩杀后 也被上古重通女给救走了 在这一战结束后 他们两兄弟的恩怨算是彻底结清了 而在七神下界一战中 石毅再次逆天斩杀七神 此等辉煌的战绩也让天下修士 无不为之震惊 在得知石毅因此陨落后 不少人还为他感到可惜 还好柳神为他留下了后手 武色却给石毅的坟头找来了救命的布斧草 经过一年的滋养 他这才能满血复活 之后在上界的允仙岭中 石毅也和秦毅再次相遇 见到哥哥的第一眼 秦毅还以为闹鬼了 脸上满是震惊 毕竟他很难想象 一个失去至尊骨 精血耗尽 还一脚埋在黄土坟中的人 居然还能满血复活 这实在太匪夷所思 且石毅身上的气息似乎更加可怕 除了秦毅之外 蟲童者石毅也发现了石毅 看到石毅的瞬间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开口 就知道对方都不会轻易 追隐在下界 虽然此时的石毅脸色平和 但他心中却是一阵 没想到昔日的对手 石毅变得更加可怕 一双瞳瞳很深邃 看不到蟲童 有可能要合一了 而石毅也直呼 石毅很强 强得超乎他的预料 也正是在这里 他们三兄弟第一次联手 对战六冠王宁川 那么小伙伴们 你觉得 此时的石毅和石毅 他俩是谁更强呢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